哈囉大家好 我是布萊恩 今天要來玩薩爾達傳說 命運乃群星之樹 這個神廟 這神廟是在克格格森林旁邊的一個神廟 那過關的方法很簡單 就看到左手邊 左手邊的蠟燭 蠟燭12345分別代表數量 那如果對到星象圖 那星象圖上面有幾個 便是選到對應的位置 把球放進去就OK了 所以呢我們看到左手邊第一題的話 應該是五個 那我們用磁力吸取器 來試試看 不行不行這個東西不能用磁力吸取器 好那我們自己拿 好來 是五個 好我們放到 這個蠟燭五根的地方 好再來上去看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在星象圖上面有幾個 嗯長這個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星象圖 星象圖上面有 嗯三個的樣子 一二三 好 那我們拿 把球拿起來 好來放到第三個位置 OK 好的 好了 那我們來看右手邊的圖形 圖形對到的話 哇 嗯 兩個 左下角跟右上角 各有兩個 總共有兩個 好那我們把 這個球 放進去 用斑的 丟錯了丟錯了 好來放這裡 OK 那我們再來看 這一個 這一個 如果你沒有看懂這個圖的話 要過這一關是相當困難 但是 如果明白說 他旁邊 代表的是燈號 是指數量的話 那就OK了 看 這樣就過關了 是不是相當的簡單呢 好的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分享按讚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